台經院的周處長 冒險的吳組長 各位企業的先進 今天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因為在這個領域工作非常多年 我大概臺灣的各個大產業 我沒有沒做過 剛剛周處長在說明的二十大企業裡面 就有三個是我曾經服務過的企業 他們現在只不過成為我們臺灣的二十大企業 其中有一個就是傑安特 二十幾年前我幫傑安特重新規劃它的 所謂的識別設計用到現在 過去我們的Giant 傑安特後面要加上 傑安特三個字 可是現在 我們的傑安特後面 什麼事都不用加 我們只有一個Giant 所以更加要了解 一個品牌要與時俱進 那臺灣的品牌沒有錯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思維 過去我們很多的企業是 OEM ODM 的模式 那麼你要成為一個正創的品牌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缺失 那這裡面我也特別要講 傑安特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他們的企業文化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 不要小看一個在 一個很鄉下 我們的台中 大甲 一個鄉下公司 各位會以為 這麼鄉下公司 應該是很本土 不 他們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企業 當年我們的金品獎第一屆 他就是第一名 拿到了好幾百萬的獎金 當時就是正好 我們做了他新的識別 那回想起來 一個品牌二十五六年來 他創這個品牌三十五年 然後呢在十年以後 他改變了新的識別 就是由我幫他做規劃 那用到現在 去年辦了台灣一個城市自行車大獲 也是由我爭取到台灣 幫他寫一個所謂的Bidding Rock 到台灣來主辦 台北市這裡 那傑安特在這裡面 也非常多的協助和支持 所以我們在談到品牌 就要談到 台灣品牌 能夠像傑安特這樣的 品牌Intergrade 也說過 你們台灣真正 稱得上國際的品牌 其實沒有幾個 傑安特是其中一個 所以呢 這裡面有講到 台灣十大品牌的問題 我想我就不用講太多 基本上 你要成為一個國際的品牌 投入的資源是很重要 而且很多企業 投入資源就想 立竿進步 我們打造的品牌 絕對是要有它的續航力 一步一腳步 要成為一個國際的品牌 與實俊進不容易 那麼從自創品牌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是一個所謂的製造業 要轉換成為一個自創品牌 去 我們 製造業看的是品質 但是製造品牌 想的是品牌 那製造業講的是製造 我們 製造品牌想的是行銷 那製造業很會算成本 但是製造品牌 但是製造品牌 談的是定價 和價格 那製造品牌 談的是效率 但是製造品牌 談的是創新 創新是非常重要 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有紀律科技 除了這個以外 製造品牌 談的是 你要給予你行銷的人 自主權很快的反應市場的訊息 你要重視消費者的觀點 你必須要了解消費者的生活 或者是你要從消費者的人文的思考 來觀察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打造品牌 一定要企業內部的核心價值 要改變 我想這個表各位可以理解 那麼 我們在打造品牌 就好像在一個冰山 我們可以看到 在水面上的是可視的 我們可以看到標誌名稱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識別 廣告廣宣的東西 但是真正隱藏在這個品牌的下面 是一個非常具有不可視的力量 也就是說 不可視的這個關鍵品牌的資產跟能力 是隱藏在這個冰仓的下面 那麼各位 我們要打造一個品牌 就需要一步一小的冰山底下的這些 不管是品質 你的服務 你的供應鏈 各個層面的有關品牌做好 所以我們在打造品牌 唯一的目標就是要提升品牌 在消費者心目中的感知的價值 什麼叫感知價值 各位要知道 對一個消費者來講 他同一個類別品牌 最多只能記得幾個 各位朋友 最多可以記得七個 在超過七個以後 大家就很難會記得 除非你是在做這個行業的 所以你要讓消費者在他的心目中 記得你的品牌 這個是很重要的課題 當然品牌扮演很多的角色 你的品牌做到什麼 譬如說 你是 讓人家認識你是一個製造廠嗎 還是你在產品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簡化你的流程等等 你在你的客群裡面 有把你的客群 組成一個很好的體系嗎 或者你有針對你的公司的 各個有關的專利也好 或制裁也好 做了保護嗎 那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創造一個進入的障礙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競爭優勢 甚至於你很穩步的一個品牌的 溢價的效果 所以我想 你的品牌有沒有扮演了這些角色 那各位都知道 品牌力就是國力 各位可能也知道 全世界一百大品牌裡面 亞洲有幾個國家有進入這一百大 最多的就是日本 韓國有一個神獸 各位可能還不知道 中國大陸也有一個品牌進入了 就是聯想 所以各位要知道 其實一個國家的品牌力 是很重要 連國力是強的 你的品牌力就會是全世界強的品牌 那各位當然知道 全世界的百大品牌 最多的就是我 所以品牌 談到這個品牌力 你就會談到 所謂的品牌的管理功能 那我們剛剛你提到 執行品牌 其實重要在它的策略 所以執行品牌的策略 我們就是要 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一個 可持續的競爭的優勢 而這個優勢必須要怎麼來進行 也就是我們要來 建立一個策略性的品牌管理的步驟 那這裡面有四大課題 第一就是 我們要那麼識別 並且建構品牌的定位 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打造一個品牌 你不可能賣所有的客戶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的品牌定位是什麼 我賣給什麼樣的主群 這是很重要 我們知道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去規劃 並落實我們品牌行銷的策略 那麼我們才能夠去衡量 並確實我們品牌 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績效 然後再來維繫我們品牌 可能的長久的價值 那這個四個步驟 我想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 所謂強勢品牌 那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強勢品牌 我們所謂的Tubble Mind 至少你要在消費者心目中 建立起首選的一個品牌 但是除了這個還不夠 而是你的品牌 要能夠成為一個所謂強勢品牌 那所謂強勢品牌當然就是 規格是你必定 市場是你在引領 像最近 我有接觸到一個 一個做 所謂的台灣的那個 就是潛水衣的顧客 原來全世界的70%的潛水衣 是他做的 而且營業額 一百多億 將近兩百多億 一百多億 很不容易 那各位就要了解就是說 其實 其實 你要能夠做到一個強勢品牌 那麼 你的產品是會被認知 很容易被認知 那麼你的品牌的支持度 以及行銷的活動 就會比較沒有競爭力等等 包括 你跟消費者 也會比較多的 可能 不會隨便給你立價 消費者你的定價 就會比較有一個很穩固的 而且可以駐成很多的 合作的可能等等這些 但是因為時間外信 我想這個優勢 各位不可以理解 那我們在打造品牌 其實有一個無品的價值 當然品質是不用講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不管是製造也好銷售也好 品質已經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門檻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必須要有所謂的 消費者分取的品質 以及你的產品 必須要呈現出具有的品味 那當然在經營團隊的人 也必須要具有很好的品質 也就是說 我們做食品 不能隨便有任何的 不良的添加等等 這樣的一個模式 甚至於你的企業或品牌 要具有相當變加認知的 不同的差異化功德 我想這個品牌的無品價值 也是很重要 那當然我們在執行所謂的 全面品牌管理 我們有五個策略 這五個策略基本上就是 要評估你的品牌 然後你要對品牌說出 你要跟消費者達成什麼樣的成路 你可以設定一個 所謂自己的品牌的地圖 當然還有一個品牌內化的部分 當然最後就是要剛級的 你要打造自己品牌的一個 很重要的優勢 我想這五大策略 那當然 所謂的品牌評估 基本上就是 要能夠建立品牌的重要性 然後大家來了解 並學習品牌的角度 那當然執行的內容 我們會來進行 譬如說 我們會實力跟品牌決策 也不會啦等等 這個我後面會來說明 那品牌實目 基本上就是 希望能夠開創品牌的價值主張 那品牌藍圖就是 希望能夠為這個企業 來找出一個正確信息的 傳遞的方式 那麼來表達品牌對 顧客的一種核心的利益是什麼 那你需要透過視覺的東西 來傳達出 你對於這個品牌訊息 你必須要怎麼樣來表現 那我想這就是 所謂的藍圖部分 那品牌文化就是 我們會制定內化的一些 譬如說 執行的章程等等 這樣的內容 來落實品牌 能夠內部做很好管理 當然不是只有管理 也不是只是付諸文字 我們必須要讓整個品牌 能夠真正的把它實施 那剛剛也講到 傑安特這個公司 為什麼我會欣賞他 因為我們跟他開會 執行了他品牌的計畫一年 我們去開會 沒有人會遲到一分鐘 他們公司開會 絕對沒有人會遲到 這就是他公司的文化 我們所有在這邊特別講給各位聽 為什麼這個公司會成功 那品牌的優勢呢 也就是說 創造品牌長久的競爭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 比較雖然是一個流程 但是各位也可以理解 那當然 會公設品牌 能夠打造成為 這邊有四個不同的品牌的位階 那麼 會公設品牌 目前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譬如說 你是成為一個領導品牌 還是你是一個強勢品牌 還是你是一個新創品牌 或者你是一個跟別人很同質性的品牌 就像說 台灣開了很多的茶椅的專賣店 那麼多品牌 可是為什麼有些品牌可以做得很好 有些品牌為什麼會還是維持現狀 我想這些都是你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甚至於有些公司是衰退的狀況 所以這個表也讓各位去思考 那位公司的品牌 目前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強制品牌會有高的本益比 高的投資報酬 那領導品牌我剛才講過 他會在市場裡面 有高的獲利 那麼高的業額以外 他可以成為業界的 所謂規格的製品 那麼 同質性品牌 當然也會面臨到 可能受到很大的競爭 那我想這個也讓各位來思考 所以 我們會為我們的顧客 在執行品牌過程當中 所謂打造 全民品牌管理的原則 那各位可能會想說 品牌應該只是行銷部委的工作 可是當然不是 只是行銷部委的工作 我們會希望把品牌這個觀念 落實到全公司的每一個職員 包括就是公司的一個掃地的功能 都必須對公司的品牌 起要有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公司的品牌的 以致性的訊息砍入組織裡面 那當然這裡面 我們有一個管理的流程 從品牌的檢視 承諾 藍圖 文化 優勢 我想也有非常多的工作 營業了很多 但是當然每個公司的狀況不一樣 怎麼樣能夠切入這樣的一個模式來進行 我想每個公司切入的角度 跟時間點也不太一樣 我想這個我就一一多說 各位也可以去倉報 我們這樣的一個內容 各位要知道 曾經有紐約的知名顧問公司說過 其實執行品牌的經營跟管理 是需要行銷 沒有行銷 品牌經營就像穿著參加盛會的裝扮 所以沒有品牌的經營 行銷就像閉著眼睛開車一樣 所以他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打造品牌 行銷是一個很重要的個性 所以行銷就是希望把品牌的訊息 透由傳播 必須要講一個動人的故事 或者獨特的傳播的系統 而且能夠達到跟消費者 有不明的品牌的體驗 我想這些都是滿重要的 當然發展一個國際品牌的成功要件 我想團隊是很重要 公司治理 效能 財運規劃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很重要 成立一個品牌決勝委員會 每個公司決勝委員會的組成都不太一樣 這也是我們會主導 當然我們很重視所謂的品牌的共識營 共識營就是說 希望能夠帶著台灣的這些 企業打造品牌者 尤其是老闆 經營者跟他的主管 所以我們在執行所謂的品牌的計畫 我們很重視這樣的共識營 那這個就是知名的美聯社 另外還有去年也是衛包以及 還有像服裝 Keywear 這些 還有中美製藥的品牌共識營 也是我們帶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天母洋蔥 馬來西亞的菁力餅乾 那我這邊隨便講大家一例 這是美聯社 我們在這裡 三年前幫他重新規劃的一個視點 我們當時在執行這個 所謂的品牌的專案 我們幫他進行的市場的FGD的 焦點團體的調查 那為什麼要做調查 就是希望能夠對於他們的課程 能夠很深入的去洞察了解 那我們花了很多錢 因為這個花了四五十萬做調查 那我們也進行了所謂的品牌戰鬥故事 我們也為他規劃了識別的一個系統 然後呢 識別系統裡面 我們把他的顏色品改掉 我們用一隻鳥來作為他的一個識別的符號 那當時我們在規劃這個店是三百多家 到今天為止他成長到五百七十一家 足足在這兩年多之間成長了將近兩百家 我想這就是這個新的門店的形象的一個助力 那全面品牌管理張誠也協助他們內部的管理 做到更到位 我們把它互助文字 然後讓他的管理非常的落實 我想這就是全面品牌管理很重要的課題 那當然以新的識別改變了他新的形象 讓他的門店的加盟 或者是他們門店的展店計畫做得更到位 那當然包括內部 包括他的包裝系統 那包裝系統我特別要講一下 他原來所謂的 各位都知道在這種賣食裡面 因為他們可能除了外來的品牌 會有所謂為了自由的品牌 叫做私有品牌 那我幫他的私有品牌 兩百多個產品 重新淘汰 剩下十二大類 全部的兩百多個東西 全部主力幫他做設計 但是我只做了十二張圖 就成為他兩百多個產品的包裝的 主要視覺的一個呈現 那這些都是讓他的所有在對外看得到的東西 呈現更一致性的一個氛圍跟識別的效果 然後我們的手法都是治 這樣的一個 然後用在所有他自由品牌的商品上面 那這個也足足做了將近一個時間 那也就是說我們參加了兩年的 這個品牌台灣計畫 進行了很多的工作 那當然包括這麼多的飲料 就是多講 那各位可以理解就是說 打造品牌其實是人人有責 品牌思維必須全員參與 而且最主要就是 臨定策略建立系統 落實執行 那我想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後面因為有很多我公司做的一些資料 各位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可以到我公司的網站來參考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